在台大約那一次我才有趣 很多人不是為了自己走上街頭 他是為了這個議題走上街頭 剛老師講的那幾個 可是有一個就是說有很多團體在動人 我是在台大約上班 那平常他們都會盯我 那妳要拍到那張那個 那下次我去找妳去 對啊 老師我帶妳去 等一下就去看 那那個就是說 我們醫療團體會去關注這個東西 我們有個醫療盟啊 他也有在推 那所以之前我在辦公室是被盯了 因為事實上更早之前 我舉手是想跟老師講說 記者啊 事實上他 我覺得他講隱身採訪那個東西 我會覺得就是說 我們就像老師的上課 我會跟老師說 您的內容我不可以拿來寫我的公平報導 我覺得這個告知的這個動作 應該是基本的尊重要講一下 因為我 這是我的想法啦 這是我的想法 我這樣講 我覺得說 真的 看似看人 對 那可是 就是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是我去採訪會高資檔數人 我要寫這個公平報導 但是我不一定會跟他說我是怎麼寫 因為我寫的是會根據事實來寫 那事實上就是說 就是說在更早之前 我自己本身是在台大院上班的時候 我非常討厭記者 我不知道有一天我居然會周投筆記者 因為記者他們有些時候打電話來 就是譬如說有醫療薪資 或是某某桌住在哪邊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行政單位 那個黨來跟你套話 就會來套話 我覺得這個 我以前會覺得這個態度 是我非常不能揭曉的 所以 我跟你講 說我的意思就是 你為什麼說看資開 基本上某個程度上的隱身 這個隱身採訪我蠻怪的 我為什麼 那個是我的概念 沒有沒有 我這樣講就我要怎麼講 隱身採訪也是採訪的一種 什麼叫看是看的 就譬如說 就譬如說最近那個到那個英國那個妓院 去採訪那個新聞 到黑道裡面去採訪新聞 甚至於混入什麼什麼距離 就說不管什麼 就說他有些東西 對你身份曝露對你會有 危害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隱身採訪是一個側面 那 基本上 會對你有危害 基本上那是一個 我們所謂是一個有權勢或者是一個比較有黑勢力 等等等等 那否則其他的我覺得 你試圖和上還是應該要講 但是特別不應該是你在講這個 我跟你講我也會 有時候我還是會去錄那些關於的話 我覺得我問你都不講 問你不講到後面跟我講一堆的 的話我還是會 因為我 而且重要的一件事 這是公共議題 你本身你身為縣長 你身為什麼 什麼什麼員 你本來對這個公共議題 你就有權利要回答 像我明天有一個 我也是錄那村長的不好 我也是很生氣 我就跟直接跟他講說 沒有啊 今天我 我想說村長是代表什麼村子 那對於村子的這個事情 很重要 有一些意見 也一定沒有了 也一定沒有了 我也沒有說是偷 因為我攝影師 是拿起來 他是看到我攝影機拿起來 他只在推 阿拉拉拉拉 那我 對我就錄了 我不是說藏著然後那種 那但是有一種不應該就是像 對於你這種一般的 的人員 民眾或者 我覺得我就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說 尤其像對你的話 其實在有時候一些是 好 有些事還是你們院裡面的事 可是如果當中是談 你對這事情的感受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在用這種隱身採訪 我覺得那個就不太好 因為 我告訴我一下 你本身就是一個弱勢 那有 就算你要所謂的 就是 我這次也有 其實這次像在公園 也有問一個 問一個那個居民 他不想講 他一直講 但是他不想對鏡頭講 其實常常會有這樣的 因為有村子有壓力 可是他也知道我在公園 那我回來我會做一件事情 我會把他輪 我會用他的背 然後我身體會做一些主題 因為你懂意思嗎 他是有意見 他只是 怕講的這些話回到自己村裡面 因為覺得很小 你小孩你怎麼會說的 那我基本我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他沒有他的身份的話 大家會以為只有贏面的聲音 只有贊成的聲音 他是有反對意見 那我必須讓這反對意見出來 你知道嗎 我必須讓這身份上說 這個事情是有反對意見 可是問題是 我必須要保護他的身份 因為我必須要讓他回到這處子裡面 像夠了 像夠了 那你講的又是真的 所以 我覺得說有一些所謂媒體策略 策略也可以用 那你在談引申採訪我也講 那個絕對是一個採訪會用的手段 有時候的確是需要的 那我還是要給他看對象 尤其像你這種 我不太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說 你對於一般的民眾 或者所謂的行政人員 但有時候 那個也不像引申採訪 但是他打來 你都知道他是記者 他只是用了記者的那種 那種威風在問你的話 我覺得那個不是引申採訪 那你要不然就很正式的 就說那我請問你這件事 你們是怎麼做 那就是很直接 那你也很直接就說 對不起 那你就找我們發言 這是一般的所謂的流程或講 那個 我覺得那個已經 你都已經講說他是記者 你怎麼還是說他是引申採訪 沒有 他只是會不說他是記者 那他怎麼說 他會採訪 哦 像比如說上次期間 然後他就會去採訪一些東西 對 對 啊有些時候他就會假裝是禮重 對 對 這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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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剛剛講的這個問題就是說怎麼樣 就是永遠都是吸引同一批人 就是群眾啦 就關心的人還是關心 那不關心的人可能永遠不關心 那他剛剛講說 紅棟秋會吸引很多人 因為大家可能有共同的經驗 那我要問的就是說 像即便像洪瑞翔 洪瑞翔老師他也會覺得說 為什麼繁枝電子爆發了以後 訂閱的人都可能都已經是關心環境的人 可是點閱率卻沒有那麼高 就是他們有一個系統可以去看說 你會去點那一封信 或哪一則新聞會被點開 還是女子信 對 對